那个大家庭的时候一千多人 所以那个家长要管这一千多人 那不是容易事情 他用什么管呢 用教训 自己献身说法 自己做大家的榜样 个个都服了 这个是中国家庭的特色 教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弟子规 所以弟子规是家庭教育 不是学校各本 你看中国古人家训 家规 每一个家族都有 那么弟子规是中国 极百家的家训的极大臣 把精华的地方统统取出来 以孔父子的教诲作为纲领 弟子入在校出在地 敬而信 犯爱重而情人 行有余力 在学问 以这一句经文作为纲领 所以他这个全文封为七段 第一段是笑 第二段是替 第三段警信 爱重 这个亲人 最后是学问 变得好 文字 尽要详明 全文 一千零八十个字 三百六十句 一句三个字 好念 所以再大的家庭 再复杂的群众 只要你把弟子规叫好了 人要不要管呢 不要管 那为什么 各个都会自己管自己 都管得很好啊 所以从前学校教育 是家教的允许 社会教育 是这个教育的扩大了 佛教来了 佛教的教学 才达到人生 真正的圆满 因为世间教育是讲一生 佛教讲到来生 讲到后世 真正到圆满 所以我说中国是四个教育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只有佛教教育 这个不能不懂 要拯救今天这个世界 你要不把这四种教育 搞清楚 搞明白 认真努力去做 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办法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 我们自己做到了 就是教化众生 为什么呢 别人看到了 他受感动 他就会向你学习 所以劝同学们 认真学弟子观 你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兰州的范句寺 他说 我是一位罪业深重的女子 现在做了母亲 常常觉得做母亲的伟大 也使别对自己的母亲念念不忘 深深的怀念 看到现今的社会 许许多多的人 对自己的父母 没有抱怨的心 心情很难过 慈悲的法师 情为末法众生 也说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学生发心将此经 录制流通 讲父母恩重难报经 还是没有一个人 真正肯报父母恩重呢 为什么 这个间谍理论太高了 你们想想看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讲这个父母恩重呢 去讲弟子贵 为什么 什么道理呢 就像一棵树一样 弟子贵是根 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什么 是枝干 我今天要枝干 根没有了 这个枝干就像这花一样 插着人死的 没有根 两天就死了 所以今天讲什么经都没用 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对谁讲的 对真正有效性的人讲的 激发他有用 他有根 如果没有根的话 这种经讲的没用 所以大臣经教 这个对象 佛法家 当机 那个当机都是居足善根 负责因缘深厚的人 他才能得利 你要想普遍 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的状况 你要想救他们 弟子归时 是无比的 殊胜的妙方 你要认识这个 这是从根就起 有了他 这个大臣经教上东西统统都有了 你要不从弟子归上下手的话 这个你讲得在嘴皮讲破了 人家也不相信 人家也不肯去孝顺父母 那为什么呢 看看社会每个人都不孝 我为什么也要 所以今天的教育 我们的根全部都坏了 麻烦在这里 不是少数人 绝大多数人 根有没有的 没有人去再陪他 根买在那里 枯在那地方 没有人去浇水 所以我们今天要救这个树 不是就在枝干上下功夫 在根上 要懂得这个道理 真正提倡这个孝心 我们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 你把弟子归聚聚都做到了 你的那个孝就表现出来了 孝敬就表现出 你的家里人看到了 你的邻里朋友们看到了 都会向你学习 这叫深教 一生做子 深教 甚于言教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从本身做起 本身做不到 叫别人去做 假的 这位是北京的李居寺 他的问题 写得比较长一点 现在大陆 有相当一部分人 有些是领导干部 在外面 外遇 甚至于一个男人 同时与几个女人 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甚至把病带给妻子 回到家里 看妻子 什么都不对 稍不如意 就要骂 甚至于动手打 有些还要动刀 其次是一直忍让 为了不让在读书的孩子 受影响 感谢观看